这个功课完成版就是这样, 广告的四种功能是用文字艺术师 另外, 下面的循环图是用SmartArt做 我们现在试试吧, 用做功课, 广告纸就是这样,有文字给你 广告的四种功能SmartArt, 下面的就是我们不理那些下面的文字字 先做文字艺术师, 剪了这个广告的四种功能 接着就是插入文字艺术师, 贴上文字的贴上 贴了之后, 字的颜色如果不同, 我们选取了这个, 然后按格式 选取了它, 先按文字色彩, 大概都是这种色 如果你觉得那字小的, 可以在常用那里, 加大一点这个字 接着就是插入SmartArt, 下面的那些字我们再弄下 插入SmartArt, 是循环图, 方块, 区块循环图, 就是这个, 确定 变成这样, 这里下面是4句, 这里5句, 不要紧, 一会删除也行 首先, 这个循环图是这样的方向, 顺时针方向, 再看看我们完成功课的 那些文字可能会有出入的, 我们读前头的两个字 强化, 说服, 文化, 传达 我们再看那些文字, 强化, 说服, 文化, 传达 那些文字, 就在第二个字, 我们先把它剪出来, 放在下面, 顺时次序 然后选取它, Ctrl-C, 点一点 SmartArt, 然后选取它, Ctrl-V, 这样就可以了 这里多了一格的时候, 下面多了一格, 上一格 就变成了, 强化, 说服, 文化, 传达, 完成了 做完之后, 我们现在就看这些箭嘴了 这些箭嘴的方向是不同的, 再看看 看到吗? 是向上, 向上, 两个向下 然后中间有个十字, 向右, 向上, 红色的箭嘴 我们现在做了 首先按一按箭嘴, 按一按箭嘴 这个向上对, 这个箭嘴向, 这个不对 按一按, 然后滑鼠右键, 格式化图案 按一按之后就变成这样 这个箭嘴选取之后, 再看看 这里是起点箭头的形, 和中点箭头的形 就是这两个, 按下去, 现在是没有箭头的 我们改了为了右箭头, 即是向上 向上, 这里的尾也是, 尾也是 它是右箭头, 改到没有箭头 好, 改了这个方向之后, 就改完颜色 它那些箭头是红色的 那你就在这里转回红色咯 这个改了之后, 接着选第二个 选第二个, 选第二个, 然后又是 这个向下对的, 我们就是改颜色咯 改颜色咯 另外呢, 原来呢, 它说是四个point 我们不记得再改, 选取在这里 打四字就可以了 这里又是, 选取回这一支 打个四字, 在宽度的打个四字 这支也是, 在宽度的打个四字 这支也是, 在宽度的打个四字 还有呢, 改红色 这支也是, 改红色 还有呢, 它这个就是, 宽度的打个四字 还有这个箭头应该向下 那我们就改回箭头的方向 在这个, 在起点那里, 我看看 按压力看看, 它又是没有箭头的 我们给它箭头去吧 那这里呢, 终点 它是有箭头的, 我们就剪到没有箭头 那就做好了 那这里, 接着呢, 我们中间就画两条 再画多两条, 就是在插入那里 图案那里, 再画多两支箭头 那一支呢, 就向右 向右就这样画过去 画过去之后呢, 这个箭头呢 就是粗度, 4, 给它4 还有, 颜色是红色 还有, 再加多一个箭头 那就是, 又是插入呢 图案, 给它一个箭头 这个是向上的, 由下向上 又是红色, 4PTB 粗度, 这个做好了 接着颜色, 我们就 放下一个橘色, 表现就是 补缓的颜色, Ellen 跟上 archives hacia Вид 这个颜色, 添这个颜色 就选退选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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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 給立體後果 完成效果就是這樣